大家好,我是毛素希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用自由意志去改变命运的方法 也就是销毁灵魂契约 灵魂契约是在能量层面所签订的 我们在物质层面所体验的生活就是灵魂契约的显化 我们进入地球隔离区就需要签订这样一份契约 这就有点像我们在入职的时候 要跟公司签订一份入职协议 这样一来地球的统治者就可以继续维持他们的统治 我们也无法与自己的灵魂家族仇聚 更无法拿回自己的心机身份 这一切都发生在亚特兰蒂斯的末期 当时地球的统治者通过哄骗和诱惑 承诺给予人类财富和权利 从而让人们同意在身上植入植入物 和签下灵魂契约 他们利用英国法则 来让人们的自由意志接受同意 并且干受奴役 数千万年过后 现在地表上的全球政治系统 金融系统、教育体系、医疗科技、食品工业等重要领域 全部处于地球统治者的控制之中 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就是 地球目前是处于一个监狱的状态 而我们则是生活在矩阵之中 当时在亚特兰蒂斯的光之城里 人们被地球统治者告知 为了解决他们的个人问题和提高灵性成长 他们不得不接受转世轮回 同时 要做一个特殊设计的转世规划 来让这些问题重新上演 这个规划就是一份契约 契约中 声明他们同意在转世过程中 会忘记一切 也同意在下一世所经受的苦难 以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 这份联婚契约是基于业历法则 业历法则也就是因果法则 比如我曾经伤害了别人 那么契约中就会安排其他人来伤害我 向我教导我自己所做的行为产生的后果 接下来又会有人去伤害那个曾经伤害我的人 如此循环往复下去 没有尽头 也正是人们接受这样的法则 地球上的苦难才得以延续 地球的这个状况 在整个宇宙中都是一个特例的存在 宇宙中所通用的法则是宽恕和慈悲 比如如果A伤害了B 为了调节两个人之间的能量平衡 B所需要做的就是去原谅A 这样自己所受的伤害就会得到疗愈 而A也可以去对B做出补偿 这样一来 两个人之间的能量状态就得到了平衡 宇宙中这种高频的意识状态是源源不断的 所以 绝大多数的存有都是生活在幸福和快乐当中的 灵魂契约 自由意志去销毁这些不公平的合约 从中得到释放 虽然 这不会让我们马上逃出地球隔离区 因为自由意志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 但至少可以在能量场中增强光的流动 起到很好的协助和守护作用 销毁灵魂契约的方法是什么呢? 在任何时候 我们如果有感觉 就可以大声送念 或者是在静心冥想之后 再放松而且有力量的送念 这样效果会更加强大 当我们遇到困难和阻碍时 也可以加以送念 请大家准备好纸跟笔写下以下的内容 并在这一过程中加入强大的意志和决心 然后大声宣告以下内容 中文和英文的销毁灵魂契约 我都会带领大家过一遍 我们先从中文的开始 销毁灵魂契约 奉宇宙神圣源头之名 奉银河法典之名 奉Sanakumara之名 奉银河联盟之名 奉银河法庭神圣法官之名 奉地球母亲之名 奉Dou Mou女神之名 奉请144000名星际种子的高我灵魂的灵灾 奉请我的高我灵魂的灵灾 以我世之名 我感谢要销毁我所有不符银河法典的灵魂契约 在我身上所有编程的业力也已经完全消除了 从现在开始直到永远 我完全自由了 我是救神圣主权 及神圣自由意志的光之存有 以上宣告 如所祈愿 必定显化 在圣光之中 下面是英文版的 Primary Contract Removal Protocol In the name of my I am presence In the name of my soul In the name of all light forces I conceal and notify all my past agreements and contracts with the dark forces All those contracts are now null and void Regardless of their content Regardless of my subconscious programming With my free will I now declare myself free from all those contracts and formal influences of the dark forces I now decree and I command Full conscious operation between myself and the light forces I now decree and I command That my life is guided in full alignment with the divine plan I decree and I command Miracles to be manifested in my life In a way that will manifest happiness for me and everybody involved So be it So it is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大家的灵性成长有所帮助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